面对敌人的机关枪 是悟空用如意棒全部打枪 快速清完砸兵 如意棒伸长直接飞到红段带走 顶楼的将军已经安排好强敌对付悟空 他们打赌悟空活不过一分钟 阻挡悟空的是个巨大的机器人 不过战斗力从来不是体型决定的 悟空灵活躲避攻击 然后上来一拳就把机器人打倒 以为赢了的悟空大意了 被再次站起来的机器人一把抓住 楼上的红段带将军说到这次悟空必死无疑 可力量强大的悟空竟直接撑开束缚 成功脱身 接着他对机器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但不管打倒多次 机器人都能再次站起 机器人瞄准悟空 嘴里赫然发出一枚跟踪导弹 悟空被剧烈的爆炸直接淹没 正当顶楼的将军大笑得意时 悟空竟完好无损地再次出现 悟空一个龟派气功直接将机器人的头轰掉 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机器人的悟空 虔诚地念起阿弥陀佛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机器人就算头掉了 竟还能照样攻击 悟空用出各种方法 就算把机器人的心脏贯穿 却依旧没用 悟空也逐渐变成下风 就在他准备用出全力打出最后一发龟派气功时 机器人突然不断 原来是维护员忘记换电池 将军气愤地骂到忍者快去拦住悟空 悟空又上一层楼 这层竟然是一个森林 忍者在这里神出鬼没 吃亏一次的悟空捡起石头 专注地寻着忍者的位置 被击中的忍者爆出了一个装备 悟空一看尽是需要打马赛克的美女照片 忍者愤怒 发誓一定要除掉看到他老婆的悟空 他向悟空丢出烟雾弹 然后使出隐身术 迷糊过来的悟空向一个方向静止走去 逗逼的忍者再次放出大话 说要使出最高水准的隐身术 他先让悟空从一数到三十 悟空乖乖地趴在树上开始数 可数到十八的时候 他突然忘记后面是多少 一转头正好看到要躲进道具的人者 气得咬牙切齿的人者 只好教起了悟空数数 藏猫猫再次开始 数完数的悟空 在森林小院翻来覆去地找 找到了好多需要打马赛克的数 最后看到水池里竖着一个竹筒 这招在白痴忍者这里叫做超级水盾竖 机智的悟空找来一百零八度的开水 哗啦啦地全倒进了竹筒 拔忍者烧得直叫妈 看监控的将军不禁汗年 喊道快点干掉悟空 忍者认真地拿出武士刀 高高跳起 想对悟空来个凌天一击 可调皮的悟空把如意棒往地上一茬 忍者被无情地来了个暴走 好心的悟空帮他拔下 丢人的操作是一个接一个 顶楼在看监控的将军觉得好丢脸 忍者终于使出他唯一的大招 引分身 这次是真材实料 终于给将军震到了脸面 悟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有史飞镖的 有史枪的 有轮大锤的 几个分身完美佩服 把悟空打得措手不及 疯狂逃窜 但悟空突然发现 这几个分身竟然能互相对话 这也太牛了吧 这笨蛋忍者以为胜券在物 竟主动承认 其实这并不是分身 而是他的五胞胎兄弟们 这下悟空就不用辛苦的找真身了 直接改为强功 这几个兄弟的实力其实并不强 很快被全部打倒 忍者还在被悟空追着打 他逃到一个里面黑漆漆的监狱门口 从里面放出一个巨人 人们叫他人造人八号 每到夜晚村民们都会听到这个怪物的可怕叫声 而悟空能否战胜这个强敌呢